闪光的哈萨维最终定档2021年5月7日 15分钟冒头影像已经公开 从作画来看 无疑是一部制作精良 且细腻 且让我极度期待的作品 同时对于多年以来 被玩家们戏称的不孝子 也终将能让观众通过影像 了解的究竟是一场怎样 反抗联邦政府腐败的革命悲剧 但可惜的就是 严肃主题 加上国内之前高达Auntie的惨淡票房 我认为这次想要在大荧幕上看到 实在是太过困难了 但是今天 有生之年的柯西终于来了 本期也会送出SGOC的柯西一盒 大家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欢迎来到本次有态度的模案分享 评头论足 为了展示完整特效件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版本 是柯西大白鹅同款套装版 800块左右 因为内部内容比较多 所以这个盒子要比常规的PG还要厚还要大 虽然说是两个HG 但是都是机设大型集体 这个板件数量本身不少 加上多了两份特效件 和两份展示支架 绝对让人看起来压力很大 而单独柯西部分的板件也有这么多 和结构简单的MG也差不多了 而且板件标注是2020年 早就做好了 只是延期到了今天 值得一提的就是 套装内部是附属了柯西和大白鹅的水贴 看来万代也知道 对于这两台集体 如果不匹配一定量的标志 就会显得比较素 也算是个DLC了 但是标志方面我看了一下 主要是以通用警示标志为主 像是大尺寸的专属编号图案 这里是一个都没有的 个人感觉不太给力 而同时我感觉之前入了大白鹅的玩家 也很难因为这个再去买一个套装版 值得有就可以了 其实早在前年就已经分享过 HUUCPENIRAPE大白鹅的视频了 从我个人出发 对于这台机体的期待值确实是非常高 但是实际素质表现确实让我非常失望 腿部球形关节的支撑并不可靠 大尺寸机车之下也没有给出应有的细节表现 如果说不具备二次创作能力的话 这台机体的素质表现确实很一般 相信时隔这么久了 各位对于HUUC大白鹅的素质 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了 但是这次完成科西之后 如果说单从模型素质来看 个人感受其实要比大白鹅优秀不少 首先表面和大白鹅一样 带有不少的刻线细节 这款模型一定要渗线 才可以达到更好的细节表现 如果说经过渗线了 就会感觉这款科西在零件表面的质感 明显是犹豫大白鹅 表面更加细腻了 清理起来更加容易 当然科掠的减少也会让科西的塑料质感 没有大白鹅那么夸张 另外虽然说是HD 但是因为机车关系 部分内构填充比较充实 比如说胸口就算是挺满的了 最低也比金恩强一点点吧 另外上臂的尾骨架没有 同时前裙甲后裙甲都有完整的内衬 并且还分配了飞弹细节 甚至在模型表面 有部分位置采取了镂空分色处理 论规格表现肯定是要比常规的质高一些 但是你说它高吧 呃有些分色素质 其实还是感觉和大白鹅差不多 部分贴纸补色还是没有避免 并没有达成完美分色 比如说外甲的橙色分色 部分出气口的分色 武器的传感器分色 以及身后的尾翼分色等等 比如说在盾牌部分的补色 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不怎么好 内衬底部需要使用一大块白色贴纸 而在盾面上的塞尾口 其实和表层已经是两层分件了 但是也需要用贴纸覆盖上新的颜色 感觉盾牌部分的分件设计 其实存在问题 其实因为个人亲来关系 这个颗西在我们视频里面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有超大的 有超小的 成品的 我们都玩过了 原本以为这次HEOC版本的柯西 不免和其他同比例产品的外观比较一番 但是当几个月前官图更新以后 我却发现 这次柯西的电影机设 居然采取了类似小说中 森木静态的造型设定 而对于电压度集体的造型而言 起码对我来说 确实产生了陌生感和距离感 而同时也让这款机体 更加值得去点评和上席 因为各位可以发现 虽然说这次的机设和之前的产品 有相似的外观轮廓 但是整体的造型和配色区别 真的是非常明显 比如说原本胸口的蓝色装甲 现在改成了白色 这样象征传统高达主角机体的 红黄蓝白风格 则是被弱化了很多 而同时以白色外甲为主 红色的额头和下巴 黄色的天线和盖板 蓝色的装甲 通通都作为了辅助点缀 配色方面确实没有以往的闲亮了 而同时三角形的飞行装甲尺寸 被强调的更加夸张 而且在肢体部分 为了适应的集体特征 通通进行了粗大化处理 这次是完全放弃了常规高达的身材造型 可以说与其模棱两可 不如直接统一风格化来的痛快 我相信外观方面 一定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身边取向 但是这次采取了小说设定 呈现在玩家们眼前 绝对颠覆了以往各种可惜高达的周边造型 起码我认为是相当具有看点的 各位感觉哪种设定 你更喜欢呢 高度依旧是超过常规同比的高达 不过相较大白额 还是可以看到一定的差距 另外柯西高达和大白额配内罗配不同 这个飞行装甲 并不能通过拆卸 形成一套独立的抽象圣衣 本体也不存在大白额 拆卸完以后的奥德修斯的裸奔形态 既然如此 很多可动和细节造型 我们就只能以当前形态来把玩和查看了 虽然嘴上说大三角很颠覆很带感 但是实际真上手摆弄 肯定是存在不少的干涉和影响 所以咱们今天就一边推敲细节 一边把玩来看一看技术素质 在头部 绝对是一个超级大改动的地方 首先头顶上大尺寸的红色传感器 依旧占据着最高点 而在双天线位置 这次表现的尺寸更加细长了 并且在上面还增加了转折细节 有一种隐隐的鹿角味道 整个头部在侧面带有大尺寸的出气口细节 同时头盔风格是更加强烈的 下短被拖拽的很长 特别是和这次面部的细节相比之下 绝对呈现巨大的反差效果 因为这次面部尺寸真的是被处理的非常小 眼睛相比面颊尺寸显得更加巨大 而同时在面颊侧侧面 还可以看到一袭额外散热构造 对我而言已经是脱离了常规的高杂头部急射 这种童颜巨深确实让我感觉不太适应 我不太行 脖子带有大尺寸的独立分件 抬头和低头加上左右旋转侧摆 可以看到因为大尺寸的头盔下摆造型 多少会存在一定的干涉 而另外也是因为这个小脸 倒是让脖子造型看得比较清晰和明了 再来熏口造型改动也比较大 除了颜色做出了明显变更之外 中间凸起的胸部结构前端 最明显的就是增加了双天线的设计 而且天线中间也有红色分件 中段经过转折处理 配合上侧面的双层出气口细节 最下端还来了一个红色分件收了一个尾 像是什么 活脱脱在胸部又增加了一个头 就差一个具象的脸了 这种机车你会想到出现在科西身上吗 胸口两次装甲也是增加了几段转折 在侧面凸起的边翼很长 并且在下面遮盖隐藏了三个大尺寸的散热片 我们先开装甲就可以看到 散热片是完全外置于内层胸口的设计 高达机车里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另外这两个装甲都是C型格固定的 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度 在腰部带有旋转结构 但是施展空间实在有限 另外带有独立的腰部关节 只不过因为胸口第二个脸的关系 只能够后仰 并没有什么弯腰机会 在腰部中段有一个侧摆关节 但是幅度很小 如果想要更大的侧摆动作 需要借助胯部的连轴分件实现 这个幅度还是够用的 在肩部因为考虑到肩部的飞行装甲搭载 并没有给出引出关节 而是关节外置 也能实现一点前沉角度 如果想要实现手臂旋转 就需要展开飞行装甲 而在手臂本身顶部护甲 为了让手臂能够顺利平抬 还增加了一段线细可动 手臂90度平抬没有问题 而上臂带有独立旋转关节 同时在下臂和大白额一样 也带有独立旋转可动 而另外曲流角度也能够超过120度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装甲之间的干涉 科西的可动指标并不差 而在手部所提供的默认手型 是一个白色的开掌手 颜色设定不太习惯 另外掌心内部除了可以看到大量机械细节之外 还能看到莫名其妙的偷胶 最近外带的偷胶 总是出现在 奇怪的位置 除了开掌手型之外 模型内部还附属了握持军刀的手型 以及握持光束步枪的手型 前裙甲通过剪裁能够实现独立可动 后裙甲通过剪裁能够实现独立可动 侧挺甲也带有独立可动 本身腿部干涉不多 前踢或者后踢 包括侧踢的常规角度都能实现 而且这一次并没有像大白鹅那样 采取球形关节 加上腿部重量尚可 角度支撑没有出现问题 屈膝方面 为三段式的常规结构 幅度是将近了180 已经算是挺好的 膝盖部分也没有出现观感的不是问题 而在腿部内外并非是对身构造 外层带有搭载了稳定翼的护甲 也支持独立可动 后方可以看到是搭载了一个圆形喷口 是固定结构处理 而脚踝配置的独立关节 像是左右侧摆 旋转 包括整个角度调整都能实现 而且紧实度很好 唯独在脚掌侧面的稳定翼和腿部 会存在一些干涉 但是幅度也算够用 同时脚掌带有分段式的可动 并且底部细节完整 并没有偷胶 能看得出来这款柯西其实在基础的结构素质表现还是可以的 我还是挺满意的 而武装方面柯西的配置是比较简单 首先在这个肩甲顶部带有光束军刀剑柄 看起来是又细又长 根部可以调整角度 方便手部拆卸 而光束军刀剑柄可以在前端和尾端都搭载上光束特效件 即便是尾端尺寸也显得很长 而且通过紫光灯照射 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荧光效果 而零把手持武器是柯西的专用步枪 整个结构其实就是左右合 而细节也很简单 不过在中间是利用夹层实现了一个牵涛分色 嗯也还可以 接着就是柯西的专用盾牌了 刚才看过分色了 主基调以白色为主 实际上这个盾牌是使用了四层叠加出的当前效果 而且盾牌内衬也非常完整 但是下到当前功夫 这个分色表现就会让人感觉有些地方的分件还是欠缺考虑 搭载的话 拆除到手臂上的表层分件 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最后要说的就是柯西的飞行装甲 确实这个部分的三角形机车 算是柯西很大的一个外观标签了 前后两片装甲 利用一个独立的关节组来进行搭载 像是正面的可动表现还是相当自由的 归位的时候 需要看一下关节最终的方向再来还原 背面的掀起关节是配置在了出气口的位置 而且在背面装甲还给出了一个展开结构 通过外拉就能实现多一点点的内部细节了 而在身后长长的尾翼也给出了更多的关节可动 小辅助翼可动 长辅助翼可动 辅助翼根部垂直可动 并且还配置了一个独立旋转关节 而对于柯西 像是放风筝一样的高速飞行形态的还原 除了针对飞行装甲的展开 光束军刀位置的放置 以及高朝角的还原之外 为了实现更加理想的尾翼角度 这里还给玩家提供了一个替换件 来变更尾翼的根部位置 不然两个尾翼横向放置以后 还是会产生干涉 以上就是柯西部分的本体表现了 但是拿到这还没完 本次选择的是套装版 就是为了看一看最终导弹释放样式是个什么样的 本身柯西和大白鹅身上 都是隐藏了多个飞弹在裙甲以及手臂护甲内侧 因为级别限制 只能存在于浮雕表面上 特效价套装版给出了单独的释放飞弹分件 柯西用的是浅色的 大白鹅用的是深色的 而特效价部分是两版一套 针对飞弹带有外层喷件包裹特效价 然后配合上长短不移的轨道翻件 安装在喷件特效价上 最终实现释放效果 而在特效价套装版里面 也给出了展示支架 以及特效价连接的辅助支撑架 用来实现模型的展示效果 但是有一个位置 柯西说明书上提示的当部连接件 在套装版的K版上是给取消掉了的 我拼的时候找了半天 结果发现是配置到了特效价支架里面 大家找不到的话不要着急 万代就差那一点 最终效果就是当前的样式了 本身飞弹的释放并没有针对裙甲 或者是手臂的特定角度 而是统一从身后发出 效果我认为还是挺震撼的 毕竟这么大一摊 特别占地方 家里有空间的 让柯西和大白鹅对射 肯定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相比单体版的柯西和大白鹅 多了两个支架 一板水贴 和四板两套特效件加上飞弹 是贵了100多块 其实这么看的话 如果说没有买过大白鹅的话 入套装版其实并不算亏 而对于本次的柯西 在造型细节分色 包括结构设计 其实都感觉要比大白鹅好一些 采取的小说机设 可能会有玩家感觉不太习惯 但是也不妨碍万代换头小改 再来个游戏版本之类 从我个人角度出发 感觉这也算是用了略低于MG的规格 去做了一款HG 即便有些位置 还是存在一些贴质朴色 或者是偷胶之类 但是也不妨碍最终整体的效果表现 只不过这款柯西的体积呈现和板件数量 300元左右的价位 还是会感觉有些偏高 但是作为万代第一款正比例的拼装柯西 有生之年 对我的心力还是挺大的 好了 本期别忘了还会送出HGUC的柯西一盒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